12月8日凌晨游文队战国际米兰,在第23分钟,C罗左路带球时,无意中仰起的手打到了石克里尼亚尔脸部,对方鼻子出了血。 C罗发现后立即走到石克里尼亚尔身边,安慰并道歉,对方也知道C罗不是故意的,接受了C罗的道歉,再后C罗也走到对方那边,再次问候伤情,国米方面表示理解,没有追究。 C罗和石克里尼亚尔握手言和,C罗和石克里尼亚尔搭肩并行,在体育比赛中碰撞是难免的,C罗也曾多次被打伤,但C罗能多番主动问候误伤的对方,也是很难得的善良品质,C罗攻克进球立功的慢珠机器。C罗和队友一起庆祝胜利。